拜登总统最近新发了一道行政命令 未来要针对中国的生计制要产业也要打压 这个是科技战另外战场的延伸 还是别有所图呢 今天带您快来看 Hello大家好我是志玉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中美之间的科技大战 接下来即将迎来不一样的变化 首先我们先来看科技战最新的一个进展是什么 现在拜登总统宣布了 那么到了这个下个月就是10月 将会再出台更新的一个对中国的科技限制 我们看到这个全新的限制是什么 有很多的厂商他们已经收到这个商务部来的公文了 那这公文当中就是再限制 不准卖一些晶圆制造的设备给中国 特别是在14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通通都不准卖 哇那range又更宽了 那其实早在上个月你看到了 其实本来就已经有一个全新的限制 就是不准超维跟灰达把一些AI高速运算的晶片 卖给中国 为什么因为要阻挠他人工智慧这个领域的进展 那这个灰达跟超维突然间不能卖 那可是他的大客户 所以呢这个超维跟灰达想尽办法疏通 哎呀沟通哎呀这个游说 所以最后争取到了一年的缓冲期 但是呢一年之后那就一翻两瞪也没得卖了 这些攸关于人工智慧进程的 这个高速运算的一个晶片 就没有办法再卖给中国了 好那其实呢我们看到美国做这么多动作 他的背后呢是希望可以把这些半导体的一个技术 抓在自己的手上牢牢抓住 抓住技术还不够 他们还要把制造端全部搬回美国本土 我们来看到现在呢这个拜登总统他的大梦 要把半导体的整个产业搬回美国他的进展如何 我们知道他端出了这个晶片法案 然后给了非常多的补贴 目前为止呢英特尔动作很快 他现在呢规划当中已经有两座厂 已经投入了各200亿的美元要开始盖 一座呢在这个亚利桑那州 另外一座在俄亥俄州 俄亥俄州呢才刚刚开始正式动工 拜登总统还清零现场 砸那么多钱扶植 我们美国本土的晶圆代工的产业 哇看起来棒棒的 所以呢他人也要亲自到现场 去支持去鼓励 这个是英特尔的动作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光 美光呢其实他们现在呢也决定 要重新在美国本土要盖一座好大的 他们的低润晶片的一个厂 那这个厂房呢大概盖了之后呢 未来可以把整个美光 他们的低润晶片的一个产量呢 拉高到他整个产能比例的40% 目前呢只有10%左右 然后大家就很好奇说哎呀这个美光啊 所以以后你的厂全部要回美国吗 美国制造成本比较高哎 但美光说哦不不不不不 我只是扩产 扩产的部分呢在美国设厂 但其他国家的一些设厂呢 还是继续保持 产能还是会在全球各地 也就是买个保险啦 给拜登个面子啦 你要我回来我回来了啦 但是呢我其他产能还是会维持啊 这是美光的动作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了 美国不是说要这个切八段吗 要一刀两段啊 但是呢有一些想要在灰色地带 多捞一点中国市场的商机的一些厂商 他们现在就有一些权宜的做法 比如说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一家 这个晶片的一个软体 这个制造的一个公司啊 新思科技 他最近做一个动作很有意思啊 那当然他有一点踩在那个灰色地带 不知道美国怎么对他 我们来看他怎么动作的啊 好那这家新思科技呢 他就跑到越南去哦 那跑到越南去干嘛呢 他把部分厂行厂房移过去 那移过去之后呢 美国不是说你东西 这个关于晶片制造软体部分呢 这个所谓的EDA 也不能卖给中国吗 那这个新思科技就要那个地方去 然后找了一堆这个越南的工程师 然后就训练他们 训练他们做这个EDA的设计 然后呢哎这个以后万一要卖中国的话 那越南你们这个公司看能不能自己想办法卖哦 感觉呢现在好像要做一些这种两手策略 当然以后呢会不会规则更严格 他们连这个越南的一个分公司都没有办法卖 不知道 但他现在预做准备了哦 那当然呢在可可以哦 呃这个赚钱的时候 大家多捞一点哦很重要 好这就是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在美国他们一些厂商 他们对于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制造 他们的一个最新的布局哦 那么在这里告诉大家 但是接下来呢 其实可以预见拜登总统呢 整个美国政府哦 对于中国的科技制裁将会越抓越紧 那个脖子会掐很紧哦 因为呢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现在从美国传出来的消息 他们说在PC这个部分 很可能将会是下一个被制裁的领域哦 那你说PC我卖个终端电脑也不行 哎重点是你的电脑 如果非常非常高级的话 如果里头高阶的一个运算晶片 用到了刚讲不准卖的 灰达超微的高速运算晶片的话 那不是也会被中国买走吗 所以不可以 所以呢现在美国他们在盛传 下一个很可能要被制裁的 一个领域呢就是PC哦 PC呢比如说像是戴尔电脑 像惠普电脑 像是超微他们做的超微的电脑 可能因为里面如果也 装置了高速的一个运算晶片的话 可能一样不准卖中国了哦 好那提到了这个电脑 其实最近啊 呃在这个超级电脑之争当中 有一个不一样的转变 超级电脑呢其实是每一个国家 如果你是希望可以发展科技的哦 那个超级电脑是不得了 呃每个国家把这个超级电脑 视为他国力精进的 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呃过去啊在超级电脑之争啊 呃你看到这个每年都会有一个 超级电脑的一个排行榜 然后比比看哪个国家的电脑最厉害 好那么过去呢 呃一段时间 美国输给中国 这一直被美国视为奇史大乳啊 哎呦我们是这个科技强国 居然呢在超级电脑的一个比赛当中 输给中国 从2016年开始啊 呃这个中国他们自己所做出来的神威电脑啊 就是击败了这个美国的超级电脑 而且呢似乎是让这个美国看不到车尾灯 那么厉害哈 啊所以呢 呃从2016年到2018年哦 都是中国的超级电脑 获胜都是全世界最强的超级电脑 好那这个美国当然就是颜面无光嘛 那于是呢 我们看2018年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 中美贸易大战 所以之后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比赛呢 就哎继续好像就没有继续 但是我们来看今年2022年 哎美国的电脑呢 重新拿回了那个世界第一世界冠军 棒 那这个看到这个叫做Frontier 前一言的超级电脑 美国的这个电脑超超级厉害 世界第一了 好那你说哎那中国的电脑是落后了吗 输了吗 被踩在脚底下了吗 哎没有哎 是中国的电脑说不好意思 我们不要参加这个比赛 所以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资料 所以呢那美国你就第一 因为你就反正没有对手 没有对手要跟你比赛 你就自己第一名 好那超级电脑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超级电脑到底要干嘛 其实呢 因为它是一个高效能的一个电脑 超级的嘛 所以呢它可以用来做一些 非常多 跟非常复杂 非常大量的一个运算 好那什么样的东西 会利用到这种多高速大量的资料的运算呢 首先 我们来看到过去的超级电脑会算什么 要算的就是这个破解密码 设计武器啊 然后呢甚至呢在一些这个非常时期 其他模拟天气的转变 现在不是气候变迁吗 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研发疫苗 然后呢我们看到最近呢 还甚至被用在基因检测 基因工程当中 还有生物制药当中 全部都会用到超级电脑 好了那刚刚提到了这个没有被比 比较的中国的超级厉害的超级电脑 这个虽然这次排行榜出炉 美国拿到第一 但美国的科学家 自己呢就摸着良心说 其实啊美国的电脑还是输给中国 中国呢最近有两款超级电脑都非常厉害 一款呢叫做海洋之光 海洋之光呢就是以前的神威电脑 就是那第一次拿到第一名的 这个神威系统的电脑超级电脑 现在叫海洋之光 另外还有一款啊叫做天河三号 这个超级电脑 呃美国的科学家就说了 在这两款电脑前啊 呃美国刚刚讲的那个前沿电脑 也是得要低头啦 就是认输啦 那这两款电脑 为什么没有来参加比赛呢 好美国就说了 第一很可能呢 因为现在被这个制裁嘛 所以呢如果我这个超级电脑又很厉害 等一下又要被制裁的话 那低调一点好 另外一个很可能的是 他们可能用了台湾的台积电的晶片啊 所以呢就很敏感 于是呢 呃才会选择放弃来参加 超级电脑的一个竞赛了 所以呢我们看到 这是两国之间超级电脑的一个比拼 但是呢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 呃现在中国的这些非常厉害的超级电脑 他被拿来用基因工程 用生物质要科技的一个高速运算吗 最近有一个案例啊很有意思 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哦 那这个案例也很可能是最近拜登总统 重新的要对中国生技产业要可能会有一个制裁的 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好这个案例是什么啊 而是在今年的7月份啊 我们看到美国的法院有一个判例呢 那这个判例是这样啊 呃这个全世界的一个基因检测公司 基因检测领域啊 目前为止呢 市占率第一名的是一家美国公司 这家美国公司呢 叫做美娜基因检测公司 好那他的市占率也非常高 市占率全球大概有百分之七十几啊 好第一名的大公司 那这家大公司呢最近就被中国的一家华大集团给告了 那这个华大集团 他也是一个基因工程的公司 那他旗下呢 有一家叫做这个华大制造的公司 他在美国有一家分公司 然后呢 这个华大制造赫然就有一天发现 哎呀 那个号称全世界龙头第一名的美娜公司 居然盗用了我们家的专利啊 于是呢就告上法院去了啊 专利之争啊 那这个法这个诉讼呢 缠送了三年 终于在2022年的7月份 这个判决出炉 好就判了这个美娜 你的确是偷用了中国这家公司的专利 于是呢就被判要赔3.25亿美元 给这个华大集团 那这个华大制造这家公司呢 也因此他就可以在美国做生意啦 因为之前美娜就不让他做生意嘛 那现在法院都判啦 明明是美娜你自己偷专利嘛 所以呢你当然就不能够 这个影响到华大制造 在美国的营运咯 所以呢这个华大制造 可以在美国做生意了 但是 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判例啊 呃判了之后没多久 拜登总统马上发了一道行政命令 这行政命令是什么呢 他说啊要开始扶植美国的生计产业 然后要让美国的生计产业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哎呀这就很有意思啦 你说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扶植美国本土的生计产业 那是不是意味着现在对中国的依赖度很高 没有错 中文看到了在这个贸易战开打以来 大家就不断有这样一个讨论 说其实中国手中还有一个反制美国大绝招 那就是他的药品 大家知道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当中 呃美国其实呢他掌握很多核心技术 那他把一些他自己觉得低端的 简单的 不需要浪费美国人时间的 这些产业全部外外包出去全世界哦 那世界工厂中国嘛 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当年的一个社会气氛底下 全球分工的一个状况底下 呃其实美国有非常多药品 是中国制造 呃有一个初步估计的数字 非常厉害 美国高达八成的一个药品 都是来自中国跟印度 那其中呢大概五成全部都是来自中国的 比例非常高 而且呢有一些特殊个别的一些项目 更是百分百全部来自中国 比如说抗生素 比如说有很多基础的消炎药物 基础的止痛药 全部都是中国制造 所以呢在之前我们就看到 曾经有一个调查啊 有一份呃在国会的听证会 然后这个参议员就说 来来来你们讲讲清楚 到底有多依赖中国的药品 结果呢那位专家他就说 哎呀那就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好了 这个例子就是啊 如果有一天中国说 我就不卖药品给美国的话 那美国所有的医院可能只能撑四个月 四个月之后呢 就会因为没有药物而关门打烊 听起来这个依赖度真的很高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美国就不断的一段时间就出一份报告 一段时间就出一份报告 要怎么样降低对中国的药物依赖 哎感觉好像成瘾啊 好像吸毒 好那无论如何呢 我们就看到了现在呢 这个拜登已经下了 这样的一道行政命令了哦 就说呢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所谓的把一些药物的制造 到中国去代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产业的一个模式了哦 其实呢这在生计界当中啊 就叫做这个CDMO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那CDMO呢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外包委托代工制造药品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服务 大家知道新药研发过程 当然要非常的这个 耗时间耗精力耗金钱 那你说我是一个这个研发公司 我要研发这个药 然后我要试验药有没有用 我要测试它的成分 到最终呢 我要确定成分之后 把它制造出来 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而且特别是在最后 制造药品的过程 你要买机器 你要买器材 大量大量的资本投入很难的 所以呢在这个生计界当中 就出现这样一个模式 CDMO 很像生计界的台积电 晶圆代工模式 我就负责前端的研发 就很像晶片设计 然后呢我把后端的这个药品的 制造的部分 全部外包出去 你反正已经有现成的硬体 就帮我做个药吧 我成分给你啊 简单就这么讲了哦 所以呢这个CDMO的一个模式呢 其实也行之有年 特别在中国 目前呢这样的一个商机越来越大 特别我们看到现在 COVID-19嘛 然后让大家疫苗研发 大家的对于身体的健康更为重视啊 这样的一个模式呢现在看起来 非常非常爆发性的在成长 而其中呢我们来看 中国在当中的市占率非常高 从2014年开始啊 CDMO的全球市占率 中国有27.4% 那到了2018年呢有35.8% 预计到2023年可以来到5成左右 所以呢这可能就是为什么 现在美国非常担心 如果呢在这个药品制造的一个领域当中 全部呢都让中国拿走了 一半以上的份额的话 那对于美国来讲 那不就是一样吗 我们看到半导体 他现在就要全部拉回美国本土 那药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来看目前啊 在这个CDMO的一个这个 厂商的一个排行榜 营业规模排行榜当中 你就看得到为什么美国如此担心 第一名是瑞士公司 瑞士公司呢 这家叫做LONZA这家公司 那他的营业规模大约有48.1亿 第二名是中国公司 中国这家叫药明集团 他有33.8亿的营业规模 然后再往下看到都不是美国公司哦 所以呢这才是为什么 现在的美国政府如此紧张 希望可以把生技制药产业呢 也可以拉回美国本土 也希望呢可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于是呢从最近的动作就看得出来 中美之间的一个大战 已经从科技战未来很可能转变 另外兴起战场叫生技大战 就是今天帮大家观察到了 近来这个中美之间大国博弈的最新进展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咯 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by bwd6